嗨 大家欢迎回到书星熟男 在日剧最火红的年代 有位演员在退出了杰尼斯家族之后 短短的几年内迅速的崛起 强大的人气还一度可以跟杰尼斯的王牌 木村拓在抗衡 但就在娶了日剧女王松岛蔡蔡子之后 他却逐渐销声匿迹 甚至被媒体讥笑为 靠着老婆吃饭的男人 今天就让我来帮他平反一下 也聊聊这位我心目中最帅气的海滩男孩 ソリマジタカシ 梵丁龙石 1973年野口龙石出生于日本的奇遇县 小的时候是个体弱多病的小孩 一直到接触了足球之后才改善 原本想成为职业足球员的他 曾经一度入选为J-League川崎绿鹰队的培训生 但在见识到自己与队友之间实力的差距后 很快的就放弃原本的梦想 接着在亲友的怂恿下 投了履历到杰尼斯事务所 成为男孩团体平家派的一员 平家派是杰尼斯在1988年成立的过渡团体 第一次出场是在光源市表演剑织舞时 负责担任伴舞与背景的小老弟们 在这当中就包含了TOKYO的成岛帽 山口打野 国分泰衣 还有V6的年长三人组 我们可以发现 这时候的野口龙石 被杰尼斯包装成一个本格派的少年偶像 走可爱戏打扮的他 跟之后的形象可说是天差地别 如果没特别标示出来的话 搞不好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由于杰尼斯对于艺人的管束非常严格 限制也很多 他撑了没多久就解约退团了 退社后不爱念书又不知道该做什么的野口龙石 又在拉面店前辈的建议下将履历投往模特尔事务所 因为身材高挑又外形出众 很快的就接到不少知名时尚杂志的拍摄工作 还曾经前往巴黎时装周走秀 但就算如此 已经从高中休学的他还是有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于是工作之余 他就会到拳击馆与健身房锻炼身材 在家里也会持续写歌创作 不断充实自己 只要到电视台他还会主动到各大剧组打招呼 毛遂自荐看看有没有演戏的机会 尽管如此他还是度过了好几年默默无名 不断被制作人拒绝的日子 1994年靠着签下中森名菜快速成长的经纪公司 盐英事务所 因为想要扩边演员经济的市场而看上了他 为了摆脱本名在杰尼斯时期的青涩形象 加上社长对他的期望是要成长为像龙一样的男人 他便参考了崇拜的招和民拳击手反丁龙的名字 将自己的艺名改为反丁龙史 以演员的身份重新出发 在日本的演艺圈 若是能加入一间够力的经纪公司绝对是成功的一半 与过去一个人单打独斗不同 反丁龙史在盐英的力捧下快速崛起 出道做《现在爱情麻辣烫》中 担任男主角保板上会的弟弟 隔年他又被安排到大制作电影《爱与梦飞行》中亮相 这部反战电影的主角是刚以《东京仙旅奇缘》爆红的汤泽寿明 搭配几个年轻的新人 其中就有未来的日剧《天王牧村拓栽》 虽然这部讲述神风特工队的电影票房不怎么样 但集合此三人的梦幻共演 还是让《爱与梦飞行》 成为一部日剧迷门的传说级电影 不过新人时期真正让观众对反丁龙史留下印象的 其实是1995年由新人剧作家野岛深思操刀的经典日剧《未成年》 他在此剧中依旧只是配角 所扮演的角色板结五郎是个血气方刚的小混混 虽然一身不良的气息却十分重情重义 朋友有难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 讨喜的设定加上与本身的气质相契合 抢眼程度不雅于主角石田一成 渐渐散发出属于一线明星的锋芒 在演了多部戏的配角 反丁龙史在1997年富士电视台的月酒剧《处女之路》第一次单纲主角 饰演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自由记者 平心而论这使得他演技还是有点生硬 但若是就帅度而言可是已经成长为完全体的状态 皮皮的模样搭配阳光健康的笑容与坚毅的眼神被誉为是颜值巅峰 或许这部日剧的知名程度还不如他之后的代表作品 但若以女粉丝的角度来看 《处女之路》的推荐顺位应该还是要排到第一 撇开帅都不谈 《处女之路》之所以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经典日剧 绝对与本片中名义上的男配角 实质上的男主角五田铁屎脱不了关系 已经是老戏骨的金巴老师 以他充满感染力的演技主宰了整部剧 也支撑了初次担任主角还略显声色的返丁龙史 男女主角的爱情戏固然可圈可点 但暖心又感人的妇女亲情才是本剧的最大看点 配合着安市奈美惠的婚礼神曲《Can you celebrate》 《处女之路》赚人热泪的程度可以说是核弹级的 哭点滴的朋友请千万小心 尤其是已经当爸爸的男生以及即将嫁人的女生 个人在这边推荐再推荐 海滩男孩这部日剧正式引爆了返丁龙的女生 同时的演艺事业 他与主演内风的黄金组合风靡了整个日本演艺圈 剧情描述一个刚因商隐退的游泳选手 以及一个不得志的商业精英 对人生产生迷惘之际同时来到海边度假 在民宿生活的同时重新找到了继续向前的勇气 海滩男孩的剧情起伏不大 悠闲中又带点淡淡的哀愁 但是两位传说级的帅哥组合加上清纯的广莫良子 还是创造出一个无比吸引人的夏日氛围 开播后就造成话题 最终以23.7%的平均收视率成为夏季党的收视冠军 海滩男孩应该可算是我的入坑之作 不为别的 纯粹就是因为返丁龙史在里面那种直率又不受拘束的生活态度 实在太让人羡慕了 他在剧中的发型、墨镜、穿着 都让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偶像剧的男主角也是可以皮皮黑黑的 穿个普通的T恤与假脚托一样man到天际 帅到爆表 与风哥之间的BL激情也是耀眼到令人难以直视 画面之美好让我不禁觉得就算此剧没有台词 光是这两个人坐在沙滩旁 配合着海风的吹拂以及海浪的拍打声 搞不好收视率就有20%了 刚刚这样讲是夸张的点 但其实戏品名编剧《钢田会合》笔下的台词 你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很适合人生失去动力或方向时看的神剧 两个大男孩在生命停滞的途中互相扶持 一起找回自我 虽然剧情里没有安排大风大浪 但那种放下心里的包袱 重新出发的精彩 又怎么不让人为之动容呢 当夏天结束 也是本剧要曲终人散的时候 返丁龙使对着主演那封说 我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大海 两人相试一笑 头也不回的道别 洒脱的模样令人印象深刻 也在我的新春里画下了浓彩重末的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海滩男孩的主题曲《Forever》 也是返丁龙使以歌手身份推出的第一张单曲 请到帮Jovi乐团的吉他手伴奏 以清爽唱快的摇滚曲风唱出一种夏日男子的味道 随着此剧大受欢迎 Forever一发行就冲进Oricon单曲榜的第三名 大卖50万张 让他正式成为演歌双七的全能型艺人 还在年末登上最具指标性的NHK红白歌唱大赛 并安排一幕老婆主演那封登台重现双帅合体的经典画面 成为该年典礼上的一大高潮 接下来几年他一共推出了六张单曲 两张专辑 演戏之余也在亚洲各地举行演唱会 虽然作品不多 但每一首都是经典 所有的歌词都是自己亲自创作 搭配着由自己演出的日剧 海滩男孩 GTO麻辣教师 恋爱症候群等等 往往旋律一下就能勾起粉丝们浓浓的回忆 海滩男孩 已经够红的时候 没想到隔年有反丁龙史所主演的麻辣教师GTO 又让他的人气更上一层楼 从一开播就气势如虹 最终创下了平均收视率28.5%的惊人成绩 还超越木寸拓哉童年的作品《沉睡的森林》 成为1998年的收视率冠军 GTO改编自滕泽亨的同名漫画 讲述传奇暴走族《鬼种阴急》 当上国中老师的故事 日剧的版本其实并没有那么忠于原著 而是保留了漫画里另类教学的老师形象 在删除一些过激的桥段进行的二次创作 坦白说我个人更喜欢漫画版的感觉 不过不得不说 反丁龙史在剧中真的树立了一个无法超越的形象 虽然因为剧本的关系偶尔还是有些矫情 但他所呈现出来的教育热忱与真诚可靠的信任感 还是无懈可及难以取代 就算是2012年由放浪兄弟的Aquila 重新演绎更忠于原著的GTO重制版 连头发都像漫画中那样染成金色 观众一样不买账 认为反丁龙史的版本才是真正的《鬼种阴急》 靠着在GTO里叫好又叫做的出色表现 反丁龙史继《海滩男孩》之后 再度获得日剧学院赏的最佳男主角提名 虽然没有获奖 但连两年的入围代表他的演技 已经获得了业界的肯定 顺道一提 打败他拿下那一届最佳男主角的演员 是帅到已经不像人了 第一次主演日剧就拿奖的金城武 昨日2月21日入籍しましたのでその報告へと思いました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2021年反丁龙史在官方网站上向媒体与粉丝们宣布 他已经和在GTO里合作的演员松岛菜菜子完成了结婚的入籍登记 并召开记者会说明喜事 由于两人当时的年纪只有27岁 又都正处于事业巅峰的阶段 消息一出立刻轰动全日本 被视为演艺圈中星光最灿烂的明星夫妻 婚后隔年 两人共同演出NHK第41部大合剧《丽家与松》 不过此剧的主角其实是唐泽寿明所饰演的前田丽家 由蔡菜子饰演他的夫人阿松 反丁龙史则饰演丽家的祖君芝田信长 这个有些尴尬的戏内关系除了让唐泽寿明压力山大之外 也成功的制造了话题 收视率居高不下 第一次演出大合剧 也是出道以来第一次古装扮相的反丁龙史 在剧中的表现可以说是跌破专家们的眼镜 本来以为只是找来加强收视率的他 居然以不到30岁的年纪就演绎出一个不怒自威 气场强大的一代萧雄 霸气又带有人性的形象 让人完全看不出来 之前他还只是个演偶像剧的演员 成为丽家与松剧里最细进的焦点 剧情进行到在本能寺之变时 他在熊熊烈焰中豪气万千的吟唱者敦胜谣曲的模样 简直就是第六天魔王本人 又被誉为大合剧的名场面 至今仍被媒体与观众们评价为时尚最佳的性场演员 在一次的访问中 梵丁龙史曾提到 有次在拍摄外景时 住宿处的前方有一座高山 一开始他并没有多想什么 但随着时间过去 他发现这座山的面貌也会跟着改变 不同时期观看就会呈现不同的美感 因此让他产生了想要转型的想法 在这之后 他的戏路开始转变 从过去的偶像剧路线 转为接演一些严肃的专机类型作品 在两个女儿出生之后 他也接演了许多爸爸类型的角色 而他所交出来的作品 如《山源千亩的故事》 《六千条人命的签证》 或是《大象花子》等 其实都是制作精良 品质优秀的好剧 但这些偏艺术 偏小众的冷门作品 在曝光与回想上 自然不能与主流市场相比 相较起已经拿下了 六座日剧学院场最佳女主角 并坐稳日剧女王宝座的老婆来说 他的心图显然黯淡了许多 除了戏路上的改变 反丁龙时在几次跨国大制作的电影上 栽了跟头也是人气大受影响的原因 例如由刘德华出资并演出 找来杜琪峰 韦家辉指导的电影《全职杀手》 召集了港日顶尖的双帅对决 照理来说光吃粉丝基本盘应该就稳了 谁知道口碑与票房都不如预期 2007年由日本与蒙古合作拍摄的史诗大片 称极思汉征服到地与海的尽头 总计30亿日币的制作预算 最终只收回了13亿 还被评为该年表现最差的电影 这个灾难等级的票房炸弹 也让原本想找他演出商业片的剧组纷纷收手 他也渐渐地从第一线演员中退了下来 驚いたねまさかつるんで動き出すとは隣に座ってる男ね実はキャリアだが大やけどしかねないよう彼とつるんでいるとあなたのことミスター電車の人呼んでいいですかつまり君が関わるには覚悟のいる人物だということだよお気遣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015年返丁隆史霍妖演出国民行政劇相伴 从第十四季起接替成功宽贵成为主角山下佑金的第四代搭打 饰演从法务省借调到警示厅的帅气官员冠横更 出登场就赢得一致好评 漂亮的开出18.4%的收视成绩 有别于年轻时的阳光热血 经过历练后的他现在演技明显沉稳内练得多 头脑聪明幽默又带点腹黑的性格也相当有趣 以精英白领的全新形象让观众见识到他进入首领阶段的魅力 相棒这部朝日电视台的长寿剧从2002年开播以来就人气不坠 屹立不摇 从第四季开始收视率就没有低于两位输过 虽然走的是推理行真的路线 但剧情经常会借由案件来反映日本社会上的问题 总是会引起观众们巨大的回响 自从反丁龙史加入之后 他与主演《水谷风》之间的化学效应 一直都让乡棒迷们津津乐道 剧中喜爱手冲咖啡 格斗能力超强的他魅力十足 一眼就长达七季 出场数超越了前三代的搭档 成为此剧在位醉酒的乡棒 也拉抬了他沉寂已久的人气 只是在第二十季开拍前 反丁龙史就与制作人表达词意 在此季结束后正式告别这个剧组 原因是一季二十集的分量 往往必须让演员从每年的八月一路拍到隔年的三月 这段期间很难安排其他的工作 加上老婆蔡蔡子也是个邀约不断的演员 从现实层面上相棒已经占据了反丁一家太多的时间 某次他也在节目中透露 搭档水谷风曾经鼓励他 说五十岁是一个演员已经记忆成熟 正要大展拳脚的时候 他自己就是在五十岁的时候接下了相棒 并让他成为了自己的代表作 这段话深深的影响了他 也是他害怕再这样下去自己会被定型 决定离开舒适圈去接受新挑战的原因 作为一个跟反丁龙史同世代的观众 一路跟随着他从当初身是可以立压如日中天的木村拓栽 到娶了蔡蔡子努力转型的途中陷入低潮 再到现在加入相棒后转型为西装型男的形象 虽然此时他脸上的皱纹变多了 身上的气息也不再那么狂野 但当我看到他在离开相棒时落下的眼泪 我又不禁想起在海滩男孩最后一集 他笑着说要去寻找自己的海洋那个画面 我想这个男人果然没有变 还是当年那个最帅气的海滩男孩 提醒一下在影片最后的小学场开始之前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欢迎帮我按个赞 或是分享给你身边喜欢反丁龙史的朋友 对我会是个很大的鼓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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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